Li關節風濕湯水 HELLO,我是MOM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Li關節風濕湯水 增強調節免疫功能 增強調節免疫功能 幸好我平時鍋一下去濕湯水 不用再預暴天氣 明天就知道下雨了 一起來看看材料和份量 一起來看看材料和份量 一起來看看材料 泡湯水 可以轉用豬腱 不用豬骨 也可以 修腎子 理關節通血脈 蜜冬 潤肺清心 能提供免疫功能 有空幫忙 不用心煩氣醋 不少得的要 果皮 離棄健脾 草濕化痰 果皮 記得預早浸泡去浪 還有檔心 補皮肺虛弱 健脾益肺 唱歌都大聲 舊氣 好了到北齊 補氣 聲揚里水腫 平常很累 又沒氣又沒力 不願意患感冒 那就要記得去吧 要注意 不其量會導致皮疹 和過敏性 休克 要小心 遮採材料 用水和加鹽 浸泡5分鐘 曬乾的食材 可能會有沙 有骯髒 要殺下菌 洗乾淨 先預備 800毫色的水煮沸 記得果皮要早浸泡去浪 否則會有苦潔味 滾到聽到上壓的聲音 上高鞋 開始計時 用電磁爐 轉180度 煲50分鐘 煲完之後 關火 等待8至10分鐘 才打開戶門 為什麼要用電磁爐呢 因為明火最小的火力 都超過180度 加兩克的粗鹽 攪拌勻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幼鹽的份量 就要減半或者更加少了 好了 看到這裏 我祝你身心健康 記得洗手 我們一起努力 多謝你收看 喜歡就給個讚我 有什麼意見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萌萌 下次見 拜拜